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提到当今世界最富有的王室 相信大部分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沙特,卡塔尔,迪拜这些中东国家的王室 最不济那也得是刚刚改头换面的英国王室呀 可2021年南华早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 最富有的王室不在欧洲,不在中东,而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泰国 泰国现任国王拉玛时事马哈瓦杰拉龙宫名下的总资产高达430亿美元 危居全球王室富豪榜榜首 他的个人资产是沙特国王萨勒曼个人资产的2.38倍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1.86倍 大家以为中东土豪各种狮子老虎当动物养 动辄给自己的猎鹰包鸡那就是富吗 你突样突哪意 人家泰国国王拉玛时事有一个由39架飞机组成的私人飞机机队 原来中东的头上一块布全球我最富是假的 泰国的胸上一块布全球我最富才是真的 拉玛时事也把什么叫做有钱任性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什么三妻四妾露其纹身那都是常规操作 让王妃裸体喂狗给爱犬授予军衔才叫人惊掉了下巴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泰国王室的那些迷惑行为 表面上看泰国和英国日本这些保留君主名义的国家一样 都属于君主立宪制政敌 但本质上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都是虚伪君主的代表人士 充其量就是国家的一个吉祥物 而泰王却是实打实的实权君主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泰国前任国王拉玛九世普密鹏几十年的努力 他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缔造了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权复兴 普密鹏在泰国的声望极高 被泰国人尊称为普密鹏大帝 也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位大帝 1946年普密鹏刚刚继位时 政权还掌握在推动立宪革命的军政府 以及总理鸾批问宋刊元帅手中 宋刊的手下有个叫做沙利的元帅 一直对宋刊心怀不满 普密鹏就找到了沙利和他联手 沙利手上有兵 而普密鹏身为国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两人一拍即合 1957年9月沙利在普密鹏的支持下 推翻了宋刊政府接任总理 作为回报 沙利军政府提出了民族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口号 进一步巩固了国王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还修改了宪法 恢复了王室扑服跪拜礼 礼仪的恢复不仅仅是表面功夫 更体现王室不再是傀儡 而在逐步恢复权力 泰国军队也改名成为了泰国皇家军队 寓意军队是效忠于国王的 泰王普密鹏与军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沙利去世 1963年12月8日沙利去世时享受了长达21天的国丧待遇 此后的十几年里 普密鹏趁军政府高层人士勾心斗角之际 不断的微服私访 徒步穿梭在泰国的乡村田野之上 和泰国底层民众手挽手倾听他们的诉说 这对于泰国民众而言无异于是上帝显明了 普密鹏国王的声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973年10月 军政府逮捕了13名学运分子 彻底引爆了泰国民主浪潮 数十万民众在曼谷游行示威要求军政府下台 军政府和民众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泰王顺势而为出面调停 勒令当时的军政府下台 这是泰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民主事件 此时拉马九世普密鹏的地位 已经超越了军政府 他不再是一个吉祥物 而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了 之后军政府虽然依然存在 但也只能扑腹在泰王的脚下瑟瑟发抖了 普密鹏在位长达70年 先后粉碎了20场政变 期间泰国更换了30多位总理 但国王的位子却稳如泰山 普密鹏的一生虽然波澜壮阔 但他的故事并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之后我们会在会员视频里 为他做一期番外 权利就等于财富 普密鹏在位期间 王权对泰国的影响前所未有 各派势力只要想在泰国成事 就需要寻求王室的支持 各大企业都会让泰王参股 希望能够依靠泰王把生意做大做好 这就是为什么泰国人均GDP只有7000美金 但泰王却是全球最富有的王室的原因 泰王在泰国房地产业拥有最多的土地 仅在寸土寸金的曼谷市中心 就拥有3320多英亩的地 不算营业收入 这些地产每年光租金就好几亿美金 而在泰国全国 属于王室的地产总面积高达13万亩 泰王室实实在在地做到 整个国家都是我的 1952年7月28日 对于泰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他们的王子 马哈·瓦吉拉伦公出生了 马哈是普密鹏国 唯一的儿子 自然也是王储的博尔人选 从小马哈就是在 众星捧月的环境中长大的 据说到了12岁 连鞋袋都不会寄 这也为他日后的不着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 10岁的马哈在参观 泰国皇家空军博物馆时 立志要当空军飞行员 两年后进入少年空军军校学习 后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普密鹏 决定把儿子也送到国外读书 马哈的青少年时期 大多都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读过的 1972年 马哈被正式册封为泰国王储 同年入读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 邓特隆皇家军事学院 之后又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深造 1977年 25岁的马哈学成回国 此时他熟悉各种喷气教练机 战斗机 运输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的驾驶技术 还拥有散将拆弹等特种作战技能 他在泰国军中教授飞行员们 驾驶技巧 军事指挥等专业知识 那段日子可以说是 马哈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 因为此后的他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1987年 30多岁年轻气盛的王楚马哈 奉老爹拉马九世普密鹏之病 访问日本 行程的前三天 马哈表现的是彬彬有礼 但之后发生的两件事 让马哈彻底暴走了 一时负责接送马哈的日本司机 因为内急忍不住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停车 上了趟厕所 二时马哈被安排出席了 日本的一座纪念馆的揭幕仪式 仪式上马哈需要按照日本的传统 从地上捡鸡根绳子以完成揭幕 这两件事使马哈觉得他在日本受到了轻视和侮辱 当即就取消了所有行程 一溜烟就穿回泰国了 到这儿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这件事真正演变成外交灾难 是在9年后的1996年 那一年日本首相乔本龙太郎抵达泰国 他乘坐的波音747客机 被三架F5战斗机在跑道上拦截了20分钟 其中一架就是由马哈王子亲自驾驶的 他依然对9年前在日本的不快经历耿耿于怀 什么外交不外交的 在他眼里都是浮云 心情舒爽是最重要的 反称影响的都是他老爹的KPI 马哈的迷惑行为还远不止如此 众所周知 马哈有一只爱犬名叫福福 福福的投胎技术可谓是一流的 自从被马哈看中 福福就走上了狗生巅峰 日常起居有专人照顾不说 还被封为了泰国的空军大元帅 这可不是一个空头衔 泰国士兵见了福福都是要行礼的 福福的出行规格也完全是按照元帅级别来的 福福有专门定制的军服和军靴 参加过的大小国业数不胜数 马哈的三妻四妾都以能抱福福一下为荣 2014年网上爆出的一段不雅视频 更是让福福火出了圈 视频中马哈正和他的第恩位妻子 希拉米在英国度假 并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中 给爱犬福福举行盛大的生日party 期间马哈要求希拉米裸体跪下 为福福吃蛋糕 当时有很多军官随从都在场 可这对夫妻是一点都不避讳 不知道是哪个胆大的把这视频给拍下来 然后传到了网上举世震惊 2015年福福去世 马哈还为他举办了长达四天的佛教电影风光大造 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2016年7月 马哈被拍到在德国慕尼黑的某商场内 和情人施尼娜逛街 王楚马哈本来就是一个绯闻不断的人 身边出现点什么花花草草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但马哈和情人的这身着装却相当吸睛 只见他们都穿着露起小背心 手臂与后背的纹身十分惹眼 事实上性感小背心一直都是马哈的最爱 红的黄的黑的白的 机场里商场中户外运动时 马哈总喜欢用小背心搭配低腰裤 来展见他傲人的身姿 骨骼若隐若欠肥肉上下浮动 他甚至会穿着小背心 接受衣冠楚楚的军人的敬礼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拉马九世普密鹏可能也是觉得 这儿子实在是太烂泥扶上墙了 于是一度修改宪法 允许女性继位 马哈的妹妹二公主施林通 成了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然而事实证明 这一切都是普密鹏为了激励 儿子的下下策 2016年10月13日 普密鹏与世长辞 泰国举国悲痛 随后马哈还是继位了 成为了拉马十世 2019年5月 泰国为拉马十世举行了 长达三天的加冕仪式 登基典礼上最抢眼的 莫过于拉马十世头上那一坨 造型如祥的纯金王冠了 该王冠重达7.3公斤 比英国国王的王冠还重了5公斤 上面有一颗545.67克拉的钻石 名为金色陛下 这颗钻石是1996年 普密鹏国王加冕50周年时 一位泰国巨富送给他的 传说价值50亿美金 登基后的马哈行为更不着调了 毕竟以前还有老爹管着他 现在他说了算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泰国一度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 感染人数持续升高 经济衰退 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大问题 身为一国之王的拉马十世 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鼓舞人心的 可是他却选择在2020年3月 带着20多名精心挑选的美女护卫 跑到了德国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包下了一座豪华度假酒店 专心玩乐 被带去的嫔妃中 还有一个竟然是女儿的闺蜜 在德国还在实行风控时 马哈就带着成群结队的随从 肆意地出现在德国街头 对防疫禁令视若无睹 他白天穿着小背心出门骑车锻炼身体 晚上和20多位女保镖玩角色扮演游戏 事实上早在青年时期留学欧洲时 马哈就对德国情有独钟了 从80年代起 几乎每一年 马哈都会来德国度假 德国绝对算得上是他的快乐老家 他拥有一个由39架飞机组成的私人机队 供他随时往返于泰国和欧洲之间 机队由4架波音客机 4架空客商用飞机 24架直升机 还有7架安保飞机组成 有时候马哈还喜欢亲自操刀过一把驾驶员的引 由于长期生活在德国 马哈在这里也购置了大量的房产 仅位于慕尼黑西南郊的一处豪宅 就占地5600平方米 价值4.6亿泰铢 里面有一个湖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这么多房产 按照德国的法律 马哈是需要交纳巨额的房产税的 但马哈却嗤之以鼻的说 我身为一国之君 交税这么离谱的事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德国人不吃马哈这一套 表示在德国就要遵守德国的法律 泰国国王也不例外 见德国人不买账 马哈也没跟他们废话 直接把自己在德国的所有房产 都规划为了外交资产 使用外交特权规避房产税 明知道马哈是在耍赖 但德国方面也没有办法 最终一分钱房产税也没拿到 疫情期间 马哈这波只顾自己玩乐 不顾民间疾苦的骚操作 彻底激怒了广大泰国民众 消息传开后 我们为什么需要国王 在推特上一略成为了热门话题 众人不顾议论国王会被判刑的风险 在网络上公开讨伐 24小时内就有120多万次的 跟帖实属罕见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在泰国议论国王是会被判刑的 泰国君主法第112条规定 诽谤侮辱或者是威胁国王女王 以及他们的法定继承人或摄政王的人 将被处以3年至15年的监禁 2014年 一位出租车司机由于在开车时 对泰国王室发表了几句负面评论 被乘客录了下来并且报了警 导致该司机被判处了两年半 有期徒刑 2012年 泰国一个政治网站的编辑员 因为未能及时删除对国王的不敬言论 而被判刑8个月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2015年 一名泰国男子因为在Facebook上贴了一张 涉嫌讽刺时任泰国国王 拉玛九世爱犬通担的照片 而面临15年监禁 我在想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 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去泰国旅游了 而说起现任国王拉玛实施的迷惑行为 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他的风流情史了 马哈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表妹 宋沙瓦丽公主 1977年两人在父母的规划下结婚 各国王室近亲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防止王权旁落 宋沙瓦丽出生于英国伦敦 接受西方教育 算不上是个大美人 但也是标准的大家闺秀 20岁时她带着憧憬嫁给了表哥 一年后两人就生下了小公主帕查拉 可后来宋沙瓦丽才知道 早在自己怀孕期间 丈夫就出轨了 对象是一个18线女演员玉瓦提达 也是后来玉瓦的第二任妻子 玉瓦提达长得美艳动人 14岁时出道 还没混出名堂 就被玉瓦包养在宫外了 她给玉瓦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只有17岁 要说玉瓦提达的这肚子是真争气 她先后为玉瓦生下了四子一女 如果按照母凭子贵的说法 玉瓦提达的位置应该是稳稳的 可偏偏造化弄人 宋沙瓦利知道她和玉瓦的这段婚姻 已经名存实亡 但她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 就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兢兢业业的帮助玉瓦处理皇家事务 但却换来了玉瓦的变本加厉 1993年 玉瓦把宋沙瓦利告上了离婚法庭 将家庭破裂的所有原因 都归咎在了宋沙瓦利身上 宋沙瓦利无法反驳 因为一旦反驳 就可能被扣上冒犯君主的罪名 而面临十几年的监禁 最终这婚是离了 但宋沙瓦利也患上了抑郁症 因为长期吃药身材走形 晚年又数次中风 瘫痪失语 只能躺在轮椅上度日 好在宋沙瓦利有出身加实 仍旧可以生活在宫内 衣食无忧 休期不到一年 马哈就高调迎娶了情人玉瓦提达 然而玉瓦提达在宫里的好日子 过了只不到两年 就被皇室给扫地出门了 1996年 马哈突然自爆 说自己被绿了 玉瓦提达出轨了 泰国空军元帅阿南德 随后玉瓦提达和五个孩子 都被马哈驱逐出境 马哈还没收了他们的泰国护照 意思是这辈子你们都别回来了 玉瓦提达的四个儿子 也失去了王位继承人的资格 不过这件事 后来出现了一点点小反转 有一位高僧向马哈献言说 玉瓦提达生的女儿 也就是斯瑞凡公主的命格很旺 有神兽之相 有助于国家兴盛 马哈就把这个女儿 单独接了回来 养在宫里 斯瑞凡公主 也因此被称为是泰国神兽公主 如今她是一位 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 不过玉瓦提达出轨这事 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蹊跷 玉瓦提达的出轨对象 泰国空军元帅 当时已经60岁了 玉瓦提达判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挤进了王室 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 出轨一个老头呢 但是马哈说她出轨了 她就是出轨了 这其中的真相 外人恐怕是很难知道了 马哈后来封爱犬夫妇 为空军大元帅 不知道跟此事有没有关系 赶走第二个老婆 五年后 2001年 马哈和一个脱衣舞女郎 同居了 她就是马哈后来的 第三任老婆 名叫西拉米 逼马哈小19岁 为人很放得开 也就是因为太放得开了 日后遭遇了灭顶之灾 有传言 马哈在和玉瓦提达 婚姻存续期间 就已经和西拉米搞伤了 以侍女的身份 把西拉米养在了身边 后来没了正牌王妃 马哈和西拉米 自然就玩得更嗨了 2004年西拉米怀孕 2005年4月 抛妇产下一子 也就是如今泰国王位的 第一孙位继承人 提帮公王子 关于提帮公王子的故事 我们稍后再细说 儿子出生之后 马哈才正式迎娶西拉米 西拉米的娘家人 也都被一一封赏 成为了人上人 这么看来 西拉米在王室的位置 似乎是稳住了 但是并没有 2014年5月 网上流出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 西拉米裸体未服服的视频 衣食之间全网热议 这是王室之人该有的作风吗 为了挽回王室的尊严 马哈急需一个提死鬼 就这样2014年12月 西拉米的几位亲戚 突然被查出涉嫌严重贪污 遭到逮捕 马哈迅速下令 取消了西拉米全族的王室赐信 西拉米也被迫放弃了 王妃的头衔 与马哈离婚 离婚后的西拉米 无处可去 最终薛法维尼出家了 如今身为平民的他 见到自己的儿子 提帮公王子 都要行扑服叩拜里 可谓是一尸足成千古恨 西拉米被赶走后 马哈合法诊别人的位置 又空出来了 以他的调性是万不可能一辈子当和尚的 早在西拉米还是王妃的时候 马哈就已经把几个小情人养在身边了 新一代的后宫故事 是围绕着空姐苏提达和护士施妮娜展开的 先来说说苏提达吧 他1978年出生 比马哈小了26岁 原本是泰国航空的一名空姐 2007年在飞机上和马哈初次相识 成为马哈的情人后 苏提达被安排到了泰国皇家护卫队 然后马哈每隔半年就给苏提达晋升一次军衔 没几年苏提达的军衔就和泰国总理巴玉相当了 巴玉简直是要哭晕在厕所了 要知道巴玉可是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30多年呀 另一位施妮娜比马哈小了33岁 原本是泰国皇家医院的一名护士 认识马哈的时间比苏提达还要早 那时候提帮公王子患有学习障碍 施妮娜作为护理人员被挑选入宫 20多岁的施妮娜长得是眉清目秀 再加上一身护士服 马哈自然是把持不住的 后来马哈把施妮娜也调入了皇家护卫队 看来这皇家护卫队是马哈专门藏情人的地方呀 几年后施妮娜的军衔也升到了少将 不得不说施妮娜还是很会哄马哈开心的 马哈喜欢穿小背心 施妮娜就陪她一起穿 刚才我们提到的德国慕尼黑商场内 被拍到的马哈的情人就是施妮娜 但比起笼络人心的断位 施妮娜跟苏提达可是差了一大截子 因为当过空姐 苏提达的性格十分讨喜 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 把皇室上下哄得心花怒放 马哈的母亲施利及王太后 还把自己的耳环送给了苏提达 这耳环值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耳环是王太后带过的东西 凭借着端庄亲民的形象 苏提达在民间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更难得的是苏提达很实大体 从来不干涉马哈沾花惹草 2019年5月1日 在泰国人民的一致拥戴下 苏提达顺利当选泰国王后 但就在她加封王后两个月后 同年7月28日 马哈生日当天 施尼娜就被封为了贵妃 估计是苏提达被册封之后 施尼娜一通梨花带雨地跟泰王哭诉说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 紧接着泰国王室还为施尼娜贵妃 出版了一本官方传记 传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施尼娜的各种美照 施尼娜被封为泰国贵妃的消息 一时间是震惊国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从1935年泰国修订民法之后 法律就正式规定了 泰国公民实施一夫一妻制 一夫多妻和纳妾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一经皆发即构成重婚罪 马哈的父亲拉玛九世普密鹏 就用一生践行了年轻时的诺言 一辈子只爱王后施利及义人 如今马哈的做法无异于是 知法犯法带头作案 不过戏剧性的是 施尼娜只在贵妃的位置上坐了80多天 连试用期都没过 泰王就一直诏书把她给废了 根据泰王的说法 施尼娜被罢出的原因 大体是阻挠王后登基 违反王室规定 对国王不敬等等 在这一轮与苏提达的对战中 施尼娜是彻底输了 她输在恃宠而骄 此前据有报道称 在一次执行民间公务期间 施尼娜路过地后合照 没有行礼 转头就走了 如果这是私下里的行为 可能就罢了 但在公共场合 施尼娜这样做 无疑会烙人画饼 泰王虽然很喜欢她 但是整个王室 都是向着苏提达的 2019年10月 施尼娜被关进了 曼谷空龙中央监狱 然而 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10个月之后 事情出现了惊人的反转 2020年7月28日 泰王马哈生日那天 发布了特赦令 施尼娜被特赦出狱 8月28日 出狱后的昔日宠妃施尼娜 低调现身曼谷机场 搭乘飞机来到了 泰王的快乐老家德国 在德国机场 泰王穿着小背心 亲自迎接 估计马哈也是 甄嬛传看多了 午夜梦回时 发现自己 还是忘不了那个女人 随后网友就拍到了 泰王和施尼娜 骑车游玩的画面 旁边还有人跪着 伺候 生活十分惬意 付手之后 施尼娜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以贵妃的身份 出席了各种王室活动 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2020年11月 施尼娜数千张私密照曝光 最初报道此事的是 专门研究泰国王室的 英国记者安德鲁 11月22日 安德鲁在推特上发文称 三个月前 一张SD卡被匿名寄到了 我以前的住址 而后被转交给我 里面有1443张 施尼娜的私人照片 这些照片并非近期所照 而是拍摄于 2012年6月到2014年11月间 显然这些照片 应该来自施尼娜 曾经使用过的三部苹果手机 安德鲁并没有把 所有的照片都公布出来 但已公布的部分照片 还是引起了渲染大波 据安德鲁所言 很多照片都是施尼娜的自拍照 充满了各种暗示 应该是她拍下来 想要发给泰王的 不少人猜测 寄出SD卡的 应该是泰王王后苏提达 或者支持王后的 其他王室内部人员 毕竟施尼娜赴宠之后 最坐立不安的 应该就是王后了 不过这起燕照事件 并没能影响施尼娜的圣宠 有了之前的教训 如今的施尼娜乖多了 与泰王王后一起出席活动 施尼娜毕恭毕敬 做足了礼数 安德鲁之前还曾经爆料 说早在王后苏提达 做马哈情人的时候 就为马哈生产了一个儿子 一直养在瑞士 因为该子并非婚生子 所以王室一直以来 都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消息 安德鲁一直都被誉为 是最了解泰国王室的男人 施尼娜的燕照事件 以及之前泰王将要特赦 施尼娜的消息 都是安德鲁最先放出来的 所以这个私生子的事 大概率也是真的 总结一下 拉玛时事马哈的风流运势 王储期间 他先后娶了三个老婆 表妹宋杀瓦丽公主 演员玉瓦提达和舞女希拉米 继位后又娶了两个 王后苏提达和贵妃施尼娜 而马哈的三位前妻 一个瘫痪 一个流放 一个当尼姑 毫不夸张地说 泰王的枕边人 可能是世界上最高位的职业了 可泰王虽说是享足了奇人之福 但能继承王位的子嗣却不多 加上传说中的 王后苏提达生下的小儿子 泰王共有六子二女 长公主帕查拉 是第一任妻子宋杀瓦丽生下的 第二任妻子玉瓦提达 虽然生下了四子一女 但现今还被王室承认的 就只剩下神兽公主斯瑞凡了 泰国王室一向都是重男轻女的 所以希拉米所生下的 提帮公王子 就成为了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可这位提帮公王子的言行举止 却有点让人一言难尽 说起来 提帮公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事的 可年幼时母亲被废 出家为尼 父亲的生活又很荒谜 虽然马哈用超能力 为提帮公提供了富足的生活 但提帮公却一直都十分孤单 以至于一会儿有媒体爆料说 他患上了自闭症 一会儿又有媒体说他治理不太正常 这些爆料是真是假 吃瓜群众无从考证 但从几件事中 我们确实可以看出 提帮公的举止是有一些怪诞的 2016年在老泰王普密棚的葬礼上 所有人都在低头默哀 这时一个极不和谐的画面出现了 站在后排的提帮公 突然之间抱起了姐姐斯瑞凡公主 嬉皮笑脸的和他打闹 要知道老泰王普密棚在泰国人心中可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自从仗礼上胡闹事件被爆出之后 泰国人就开始一致指责提帮公王子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无奈之下 王室只能出面解释说提帮公王子有学习障碍 这还不算完 三年之后 提帮公王子在自己亲爹的加冕大典上再次凭实力抢了头条 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拉玛十世赐予了所有王室成员新的封号 提帮公王子自然也不例外 可在接受国王授予的勋章时 提帮公王子居然连几个简单的跪拜动作都不能顺利完成 把哈帕儿子掉链子 还特意示意身边的侍卫帮提帮公王子整理一下衣着 但提帮公还是在起身时 把父王授予的勋章掉在了大殿上 万众瞩目之下场面尴尬至极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在接下来的典礼上 提帮公王子竟然睡着了 被身边的侍卫几惊推丧才醒了 比起提帮公其实马哈的大女儿帕查拉公主 在民间的声望更高 帕公主从小就勤奋好学多才多利 对政治经济美术音乐都很感兴趣 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成立慈善机构热衷于慈善事业 然而2022年12月却频繁有消息爆出 说帕公主已经因为心脏病突发暴毙身亡了 虽然王是对此进行了辟谣 但是帕公主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王子不受民众待见 长公主又生死不明 不少人都说 难道泰国切克里王朝时势而亡的预言 真的要应验了吗 这里还要简略的说一下这个时势而亡的诅咒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泰王拉玛时势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正缅 不只是他泰国切克里王朝的王室成员 每一个都有中文名字 而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250多年前开始说起 在古代泰国的原名叫做先罗 与邻国缅甸是素仇 1767年缅甸大军攻破了先罗都城阿玉陀耶城 泰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阿玉陀耶王朝就此落幕 国家虽亡但各地的民间豪强势力仍在 在先罗东南沿海地区就有一支军队尤为强大 领头人名叫郑信有一半的华人血统 郑信的父亲郑雍原本是中国广东的一个农民 为了讨生活偷渡到了先罗 踏上这片土地后不久 郑雍就发现这里赌博业盛行 而且政府也承认了其合法性 颇有生意头脑的郑雍 就想办法搞到了当地赌博业务的承包权 靠开赌场发家致富后 郑雍和先罗的高官们来往就越来越频繁 其中就包括大臣赵皮耶杰姬 赵皮耶是先罗的一个爵位 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侯爷 这位先罗大臣当时有一块心病 就是膝下无子 郑雍得知之后心一狠 就把刚出生的儿子郑姓过继给了这位大臣 郑雍这么做 表面上是为了亲近先罗的高层 实际上是期盼着子孙后代能够实现真正的阶级跃迁 郑姓也没让老爹失望 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阿玉陀耶王朝覆灭后 郑姓从东南起兵 一路反击缅军 最终夺回了阿玉陀耶城 使先罗重获独立 1767年12月28日 年仅33岁的郑姓被拥立为王 建立了泰国第三个王朝 吞武里王朝 郑姓也被尊称为吞武里大帝 或者是信达大帝 是泰国历史上五位大帝之一 然而吞武里王朝仅存在了短短15年 1782年 吞武里王朝发生军队政变 郑姓被自己的左膀右臂肩 好兄弟通鸾切克里杀害 而后便是延绵至今的切克里王朝 或者又叫做拉玛王朝 曼谷王朝 通鸾便是拉玛一世 当时通鸾为了赢得宗主国大清朝的支持 尚书自称是郑姓的儿子名叫郑华 并向清朝进贡 清朝还真信了他 这就是此后拉玛王朝皇室成员 都有中文名字的原因 所以历史向我们证明了 你想要当你好兄弟的爸爸 也不是不可能的 民间流传信达大帝 在临死之前 曾留下了夺我王位者 实事而亡的诅咒 好巧不巧 不靠谱的马哈就是拉玛实事 说不定泰国王室 真的会终结在他的手上 不过最近又有新闻称 马哈的儿子提帮公王子 其实一直都是在装傻 目的是为了让其他王室成员 放下对他的戒心 今年年初 一直在德国留学的提帮公王子 回到了泰国 4月29日 王室为提帮公王子 举行了盛大的庆生宴 这次提帮公在公众面前亮相 无论是体态还是行为 都有了质的飞跃 眼神中也没有任何愚笨 甚至让人看到了一丝储君的风产 要知道提帮公小时候在生母西拉米身边时 看起来就是一个又正常又机灵的小男孩 西拉米被迫离开皇宫那天 小提帮公送别母亲 两人在皇宫门口抱头痛哭 还喃喃低语 具体说了什么 万人当然不得而知 但会不会西拉米是在告诫儿子 王室风云诡诀 妈妈不在你身边了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保护自己 等你将来登机了 就能接我回来了 到时候天下都是我们了 剧情如果真的这么发展 那就实在是太劲爆了 看来泰国王室的瓜还有得吃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